我六岁就开始随习跳舞 到现在已经有16年的时间了 舞蹈已经占据了我大部分的生活 我现在和朋友合开一家网店 卖服装 为的就是能够延续我的舞蹈梦 舞者呢 是孤独的 我的社交圈也特别的小 唯一一次谈恋爱也是与自己的舞伴 可能因为彼此太亲近 太熟悉 所以经常让我分不清 这到底是爱情 还是一种依赖 每天练完舞 拖着疲惫的身体独自回家 就好像有个肩膀可以给我依靠 来这儿也是希望能跳出这个圈子 找到一段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 我希望23岁呢就能结婚 并且想要两个孩子 如果婚后有能力的话 希望能够开一间属于自己的服装店 好让我的舞蹈梦能够继续下去 我是李璐 如果我来了 你在哪 我肯定不好 我希望是你能接受的 你叫我叔叔吧 我只要听不到我都会灭掉 这哥们吓啥了 来而不离 不离 非王爷 这是你故意设计的一个包袱吧 这都被您发现了 他拿气球灭了一个跟我一样的 你这个光头发的智商有点偏低 我想问这是 拿反了你的智商有问题 你的时间到了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不高vivo 智能手机 追求预长即将播出 敬请期待 欢迎来到江苏宇室不高vivo 智能手机 欢迎《非诚勿扰》 有请主持人 孟非 欢迎收看大型生活 各类节目 付出高vivo 智能手机 《非诚勿扰》 大家好 我是孟非 欢迎你们 欢迎各位 欢迎华太老师 曾子涵老师 明天 大家记住 我说的是明天我们的节目 就是《非诚勿扰》的 第八个海外专场 新西兰专场的开播 我想提前跟大家说 非常的不一样 是我们栏目精心组织策划 拍摄了录制的 一期海外专场节目 比如说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的节目有一个非常别致 很有震撼力的一个开场 大家听说过毛利人没有 这都是有学问的观众 毛利人是新西兰的原住民 是一个非常彪悍的一个民族 他们有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 一个舞蹈叫战舞 我们专门把几个毛利人的朋友 从新西兰让他们飞到 我们节目现场 在现场给我们跳那个 非常震撼的一个战舞 开场非常不一样 另外我们的男女嘉宾有什么不同 有发明家 有公务员 现在有搞艺术的 其中我们会看到 史上最年长的女嘉宾 会出现在新西兰专场 51岁的一个女士 更不一样的是 她女儿陪着她一块来 更不一样的是 她们母女两个人都单身 所以我就先剧透这么一点点 总之不一样的新西兰专场 值得你们期待 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24位女生 欢迎你们 请亮灯 今天这一场女嘉宾也有一点不一样 有新人 我们介绍一下 8号 我的名字叫宋依妮 我来自吉林长春 一个漫天飞雪的城市 那么我喜欢的男孩子呢 应该是霸气一点 有点大男子主义的 然后呢 最好他会烧一手好吃的红烧肉 因为我是肉食主义者 无肉不欢的 那么今天在这个台上呢 还有一位女孩子跟我一起来的 是从出生的天开始 我就一直想要消灭掉 她的一个女人 让我又爱又恨的女人 我的妹妹宋依娜 我就是那个让8号 这位姐姐又爱又恨的这个女子 而且我 我姐从出生到现在 我听我妈跟我说 一直强调一句话就是 既生泥何生那 她一直想方设法 把我塞回我妈妈的肚子里 好了 言归正确 我叫宋依娜 那我跟姐姐一样 来自吉林省长春 我希望找到一个 大男子主义的人 他可以主义我的生活 左右我的人生 我可以为了一个 男人彻头彻尾的改变 前提是他要让我爱上他 另外我希望找到一个 可以在任何人面前 都可以站出来保护我 尤其是在男方家人面前 这样的一个男人 我问一下这姐姐 你说你是你妹妹又爱又恨 然后说恨的时候 好像还真有点恨 咬牙切齿那样的感觉 但心而烈恨她呀 霸占我的空间 霸占我的衣柜 对 穿我的衣服 用我的东西 我的东西不见了 我找不到了 几乎都可以在他那里找得到 在男朋友的问题上 有没有发现过什么 这一点我们从来 不会有任何冲突的 因为我们两个口味不一样 她还吃红烧肉 你呢 我是食素主义者 她食素 我吃肉 我喜欢胖的男人 她喜欢高高瘦瘦的 高的超过你爸以上的 在我面前我觉得有点眼韵 希望你们俩都能在这个舞台上 找到如意郎君 哎 问一下姐妹俩人差多少 差多大 猜 猜 猜 莫远 猜 把你妈的电话给我 我直接问她好了 这个得问问我爸同不同意 还有 还有 我没往那方面想 她想多了 我往那方面想了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哎 你们俩差多大 5岁 5岁 哦 看不出来 姐姐保养得好好 太棒了 幸好你们说我长得老 好的 欢迎你们 17号 我叫李柏宇 今年22岁 来自四川成都 是个滴滴岛岛的全美子 虽然我是个南方妹子 却是个绝对的声音控 特别喜欢小金枪 然后特别讨厌那种 那种呢呢不分 就是前后不音不分的男人 南京那边的就别考虑了 南京的那个语言 就是呢呢不分 南京人说 牛奶奶喝牛奶 用南京人话说 牛奶奶喝牛奶 就这样的 千万别找那边了 好 欢迎你们 我们的奖励 不一定是男嘉宾 第一轮亮相获得不少于 22点亮能牵手之后 都将获得由健康瘦身 平凡绿兽提供的 曲线美幸福爱爱心爱助理 从节目开始 到节目播出结束前 只要登录绿售商城 即可获赠100元现金券 没有和24位女生 牵手成功的男嘉宾 还有机会和台下24位 飘柔爱转角的女生 共招出爱的梦花 各位好好准备 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有请1号男嘉宾 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与其现场和电视机间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叫唐建华 去年27 我坚信爱情 我是来相亲的 谢谢大家得掌声 唐建华欢迎你 你跟我说我站哪儿 我站哪儿 站哪儿 为什么你站哪儿 就是 你这个样子 又像是办年货 又像是来演小瓶 他幸好说他是来相亲的 不然人家会 姐姐 你要么来送礼的 要么来卖东西的 我觉得像演小瓶的那道理 还有就是给人感觉就是 你直接下了火车 直接就过来了 是这样的那个花老师 来尔不离非王爷 来尔不离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来尔不离非王 来尔不离 不离非王爷 你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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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他是故意的吧 故意的 故意的 听懂了吗 我懂的 你懂的是吗 我懂的 哦 这是你故意设计的一个 一个包袱是吧 这都被您发现了 你让人没有幽默感吧 好 这样啊 我要解释一下 这大包小包的确实不太好看 我们的导演跟他说 别在台上送东西 三位老师不喜欢 而且要送嘛 你弄个那种精致的 小的那种钻戒啊 那种拿着的好呢 什么大包什么的 他说 这是我的权利 你们不能剥夺 我大老爷来一趟不容易 我一定要表达我的心意 什么来尔不离非王爷是吧 好 你说一下这个东西吧 这个是我专程跑到我们老家 老家 你哪个老家 庄子顾礼 木兰之星 庄子好多顾礼 我都顾礼 可以 可以 美丽的河南商丘 哎 13号是你的老乡 我知道 都说话 都说话 别扯着嗓个嗨 好好说话 我有点紧啊 你说 李璐 你好 我是来自河南商丘的 咱俩还是老乡的 老乡见老乡 但愿亮眼不要累王王 对 老乡你要是好好撩调的话 咱还是朋友啊 你好好撩调 你打算把这事说完吗 这样 这迷你诗为天 略被薄礼 不成敬意 还望孟爷爷笑纳 哎 好 谢谢 太好了 你把那个麻花 这是麻花 这合适吗 这个 好 我跑开啊 给他们送的是烧饼 我这个是麻花 显然档次要高一点 那包里还有东西 这是什么里面 各种新疆 河南各种特产 好吧 如果好吃的话 好吃你就多吃点 好吧 这怎么说快点 你还找不找对象了 你打算怎么弄 没了 谢谢 这边还有吗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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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没吃福了 你少送了一份吧 那都发完了是吧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好的 你的时间到了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谢谢一下 你开着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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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了多长时间啊 不是错了 我下次改 我下次 没有下次 我下次发是真的 好 好 来 选人吧 你下次 他还要手搭两头 学表演的 这位是真爱王湘 我们推荐的男嘉宾 24位女生 对庞建华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你们太不厚道了 拿着人家东西 还那么多人灭的 小发 18号 小发 啊 我现在知道了 所以发是谁 是你的狗 是不是 哎 你不介意我这么穿过你 我是不是跟你的狗 一样可爱呢 哎 都很漂亮 她说的什么话 她是个外国人 我妈妈说了 如果二十四盏灯全灭的话 你又问孟爷爷 是不是北京停电了 他跟他在扯什么呀 我的感觉是 小米演完了 灯也灭了 只有一盏灯为我点灭 哎 到底会有没有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第一条片子 喂 我是庞建华 江苏卫视 《非诚勿扰》 我要上《非诚勿扰》了 我要去《非诚勿扰》了 大家好 我叫庞建华 目前在上海 从事房地产的销售工作 来上海的主要原因 一定必须参加《非诚勿扰》 我就不断地去报名 不断地去尝试 如果说别人为我报了多少次名的话 别人说是N的话 我可能是N的话 很压恩了 为了去《非诚勿扰》 我三番五次专程赶到南京 乃至专门去南京大学 去找黄翰老师 结果没能如愿 我依然摆着不挠 依然不断地去报名 我的居住地 离上海市中心有30多公里 为了能够及时的录制 可以说是录业未眠 早上4点30分 我就起床了 《非诚勿扰》 我来了 你在哪 问他们之前 我先问一下 你到南京找我 我有单位 江苏电视台的好找 我想问问你 找黄老师是一举什么线索 黄岸老师在 好像是南京大学社会科学系 我专门去了 那是他小时候在那念书 你到南京大学找他有社会科学系 人家说没听过这个戏啊 看起来是那么喜欢的《非诚勿扰》啊 那你应该节目都看过 你也不知道我在哪工作 现在知道了吗 现在 你知道黄老师的单位是哪吗 他是有单位的人 我也是有单位的人 你现在知道黄老师单位是哪吗 目前还不明朗 男嘉宾啊 我特别好奇 你为什么非要找黄老师 是不是准备任他当丈母娘啊 那个男的高盘不起 要不然怎么会啪啪啪 还有九盏了 我们抓紧时间跟他们聊 好 要不然情况不太好 20号 男嘉宾 我觉得你面试的时候 挺好玩的 我面试的时候也特别好玩 就是我去面试嘛 本导演 然后他说 他说请坐吧 自我介绍一下 然后我说我叫薛妈妈妈 他说哇 你好温柔 是不是特文静 我说哈哈哈哈 你错了 你面试过多少次 大概 不像 不算 最后一次的话有四次 四次 而一次就是说五次 四号 我想问一下你 现在是不是特别特别的紧张呢 第一次都紧张 然后男嘉宾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不是一个 特别细心的人 一开始你发这个礼品的时候 一开始就尝了 我们16号张丹丹 发了第一份礼品 我们就在想 你是不是喜欢张丹丹呢 而且我们这一排 好多女生你都没有派到礼品 都派给观众朋友了 张丹丹是做糕点的 然后专门跑到老家 选了一本糕点 我想让她尝尝我们那里的糕点 现在4号怀疑你 你喜欢的是张丹丹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4号多想了 你多想了 但是一般说别人多想的人 肯定都是自己想多了 说啥呀你 来 我们看下一条片子 谁会看上我 那也不一定 那说不准 我觉得女嘉宾看人 不要看她有多少钱 房子有多大 车子有多漂亮 要看这个人的内心的素质 品质 涵养 以她今后的发展取向 我觉得我有竞争力的 没有金刚罐不接此一活 没有牵你的手 我不来《非诚勿扰》 只要她敢留 我就敢牵 跟16号张丹丹也是可以的 张丹丹高点是吗 起码吃蛋糕是不抽了 黑人姑娘我也考虑 我的爱情不受地狱 不受国籍的约束和限制 关键是我们的交流 可能会有些障碍 那她爆灯的话 我会多关注她一下 听动力 如果您给我爆灯的话 我希望您能保持一颗冷静的头脑 理智的心态 在不受任何环境 任何事物干扰的情况下 在下决定 不要凭一时的心血来潮和冲动 我喜欢吴鱼 吴鱼走了 我喜欢李千默 李千默也走了 我喜欢朱晓 朱晓也走了 要不我喜欢乐嘉老师吧 乐嘉老师也走了 我要是再不上的话 那他们都走光了 往前一步是幸福 24号 24号 冲丽姐姐有话要说 这样子哈 我现在冷静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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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冷静地告诉你 从你刚才展示的 不管送礼物也好 还从这样也好 哪一条我都没有心动 我绝对不会爆灯 请放心 我能给她爆吗 那规则不是这么定的 好 人家很冷静 告诉你她看不上你这一款的 我们来问一下 22号 然后我从那些短片 我真看出你那个屡战屡外 那种精神了 从你那个上节目 就跟那个圣诞老公公似的 发那个文物 然后所有人都喝你冷水 你依旧保持这热情 就是那种越是脸皮厚的人 越能有可能就发挥出 意想不到的这个潜力 谢谢您 快点 这样 等一下22号 你现在就剩她一个人留灯了 你要推销一下自己吗 谢谢您对我的关注和支持 我个人觉得 其实你有一点特别可贵 就是你特别自信 但是这个点我不知道 就是你自信的资本是来自哪里 能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吗 来自于我对社会的洞悉 丰富的人生阅历 以及我在您面前 没关系 没关系 你大胆地说 来 继续说 丰富的人生阅历 那继续说 后面省了200字吧 好吧 还有一条片子 我们看完再问 挺有毅力的 大一的时候有一个万民 他当时是穿着皮鞋 把万民跑完了 是彭天华这个人呢 他的这个歇点结块 就是会看 会帮别人看到一些不足迹数 然后呢也是很急爽的 开门见山就直接说你 普通话不标准 即使说成这样的普通话 也是在我的耳皮面面之下 说成这样的 嗯 啊 怎么怎么的 不要不说好 有我呢 你看哪 有我 你就别怕 一 二 开始 彭天华这个人呢 有两个歇点 说话的时候 不为别人找想接 就把人家的歇点说出来 我们也很深刻能够 彭天博能够把个捧手带回家 有点遗憾 黄老师 有话要说 既然这么关注这个节目 关注我 我给你两点建议 第一个呢 是你会让人觉得 你来这儿的动机不纯粹 就是说你到底是在表演还是什么 你可能说我平常生活里就是这样 那你的这种状态 会让人觉得热情有余而诚恳不足 第二个呢是 你特别关注这个节目当中的女嘉宾 不同的阶段的 很有特色的女嘉宾 都成了你的心仪的女生 吴瑜啊 李谦默啊 朱晓啊 乐佳 对 乐佳 对 乐老师 实在不行就乐老师 那我就在想 是不是你因为太过关注 媒体电视里面的东西 你忽略了你真实的生活 你生活当中我相信也一定有 虽然不是那么典型的吴瑜 或者是李谦默 太过关注这些东西 反而会让我们忽略到 我们真实的生活的环境 真正可能的生活 其实我一直不仅在 电视节目当中在生活当中 寻觅自己爱情的道路上 一直在坚持着走 在电视节目之外 如果说是有这样的女孩 能够和我牵手的话 我何必来江苏卫视啊 就是我感觉你的自信有点盲目 你应该找准人生的方向 包括你爱情的方向 你到底来《非诚勿扰》 喜欢谁 找谁 我觉得你都很茫然 如果把目标找准了 我相信你下次再来 一定会牵手到适合你的女嘉宾 我还能有下次吗 没有 两位老师说完了之后 我要说三句话 黄老师刚才说 你关注电视的东西多了 真实生活关注的少了 我要说的第一句话是 电视里边的东西 也是真实生活的一部分 第二 黄老师的工作单位是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第三 再见 前面还有爱转角的女生 我是来相亲的 我相信爱情 爱在哪里 我在哪里 你在哪里 我在哪里 曾老师对我的评价 我个人感觉有时偏颇 但是我尊重他发表建议的权利 这就是我真实的自我 没有任何的交融作作 能够上《非诚勿扰》 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我想通过这个节目 这个平台 然后一直在寻觅的道路上 一直坚定地走下去 我的择偶标准很简单 一就是善良 二就是孝顺 希望有这样的女生 及时给我联系 就是4号觉得 她可能是喜欢张丹丹 对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她这一款喜欢的心动女生 会是谁 大屏幕 你看 谁都没怀疑这个事儿 你怀疑了 来 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吧 没有 我觉得特别的奇怪 因为她的送礼品的 她的秩序非常的不按常理出牌 她马上走到16号 张丹丹丹丹丹 我就觉得这男生 为什么会发东西给张丹丹丹 我以为她喜欢她 因为我们这边 因为是她用了一个招数 叫声东即西 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 不好意思 心里慢慢美的吧 好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夏天 来自孙盛 今天26岁 三月老师好 长的24位女嘉宾 你们好 夏天 欢迎你 来参加这边24位 这位是真爱网向我们推荐的男嘉宾 24位女生对夏天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大家 24号怎么了 我这么听不到 或者那个听不清 您说你到底多大年龄 今天26岁 那我还是要灭灯 就是因为说很多观众反映说 说我的那个爆灯啊 或者是就是说流灯 我都会灭掉 您不要再解释了 我听你说六遍了这个表演 你就是 我很好 我很烦你知道 反正你灭灯灭灯就对了 我只要听不到 我都会灭掉 17号 男嘉宾 你好 我特别喜欢北方人 我觉得你说话的声音很好听 而且个子也非常地高 谢谢 好的 看第一条辫子 你好 我叫夏天 生在大东北 闯过上海滩 来深圳六年 跑过快递 搞过金融 岁月挫脱 时光荏苒 一晃 我也从懵懂少年 变成了火锅店的老板 这就是我和我朋友合作的火锅店 投资了100多万 现在天气热 来的人少 冬天的时候非常忙 差不多几个月就挣完了一年的钱 喜欢拥有 喜欢跑步 每天在饭后都会坚持养个半小时 为什么会养成这个习惯呢 因为之前我也是个胖子 胖到220斤 我就相信决心一定要减肥 大概有三个月的话 就从220斤减到148斤 当时我就给我爸打个电话 我爸说出事了 我爸吓一跳 我说啥事啊 我说我可能得绝症了 要不我怎么能瘦这么快 喜欢看历史书 特别喜欢里面的武将 喜欢霍续病 因为他年轻 有勇有谋 算是个长盛将军 我自己呢也有英雄青年 看不得人多欺负人少 见不得男人欺负女人 我播电声音怎么样 哎 等一等 2号爆声了 东北的 谢谢师姐 徐明 有什么话要说 男嘉宾 你是我的菜 你最后一句话打动我了 就是见不得男人欺负女人 我就希望能考虑一下 把我签下去行吗 多关注啊 这顾点可好了 非常耿直的 我想问一下 这个火锅店生意好吗 还可以吧 还可以是吧 我想问一下小德 你爱吃中国的火锅吗 会 我爱吃中国的火锅 而且那个西圈长度的火锅 特别香 推荐一下 有机会来神圳到我们店吃 男嘉宾 6号 6号 我最喜欢吃火锅了 然后我是属于那种 比较能吃的那种人 我希望我吃着 你看着 关注一下我 谢谢 谢谢 1号 其实我挺爱吃火锅的 可是我一直想问一下 那个火锅是地勾油做的吗 绝对不是 你看你这话问得多余 你想他会怎么回答 对 我们是纯正的地勾油 你减肥的那个业绩还挺辉煌的 我关心的也是这个 对 二百多斤 你减一下就140多斤 对 怎么减 每天吃完饭之后呢 出去走两个小时 每当就是走累了之后呢 我就再跑 跑几圈 玩出点汗那种 很正常 我刚才有的时候 晚上那时候吧 我再喝点那羊酒 因为羊酒不是能把身上 那个水分抽干吗 往往就喝点那个东西 就是把这些理论 这都这些理论啊 我个人一加之说啊 什么羊酒下去把水分抽干 那个白酒 中国的白酒就不抽干了 这都是她自己的说法啊 不代表我们老婆 我挑一句啊 我发现24号 对 因为我现在 我发现叮咚里变瘦了 对 出来给我们看一下 哎呦 你的瘦头都脱形了 跟你不太一样 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大屏幕上有 我们24号女嘉宾 减肥一口号的效果 来 我要解释一下 这是她的 这是她的 这是她们批的脱头 实际上我本人 可能跟电视上的 我可能会小两到三圈 但是电视看着非常的棒 确实有 上次有个男嘉宾 把你弄在地上一吐桌腾 说你腿 当时就下了三个分 我们看到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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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反弹吗 肯定反弹了 好 好 再加点 我谈过两次恋爱 第一次是在2004年 在我上大专的时候 她比我大五岁 最后因为出国而分开 第二段呢 是我刚来深圳的时候 她比我大六岁 刚开始呢 是她主动追求了我 最后呢 是因为她家里面在逼婚 当时我的收入也不稳定 又有一个男士在追她 而且我后来又听说 这个男士挺优秀的 然后我就选择主动退出 当时也挺伤心的 但是就是说想了 以后自己努力吧 一定要多赚点钱什么的 很简单 其实我就是希望 跟我在一起的女人 都能够幸福 这些年呢 我身边的朋友 也给我介绍了不少的女孩子 为什么没有成呢 第一可能我觉得是没有女女儿 第二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两个人相容的时间太少 所以说在没有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结束了 我特别喜欢有个性的女孩子 有点脾气的 有的人又会说 这种有脾气的女孩子 可能不适合在一起生活 事情会比较多 但是我自己觉得 因为我还没有试过嘛 所以说我是想试过之后 才知道可不可以 但是我也相信 我能用我的真诚 去打动对方的心意 7号 你的脾气怎么样 7号问你 周明 小明哥 你好 我脾气不好 你脾气是什么样子 就是 非常容易生气 生气了会怎么样 太恐怖了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还说一下 没事 她不怕 你看见她会生气吗 不生气啊 因为我觉得她是不是喜欢 那种比较成熟的 因为她都找的是 哎 你自己大好几岁的女孩 哎呀 你很有脑筋哎 我们都注意到了 她两块感情找的 都是比她大的女生 哎 你今年是 我今年26岁 超过26岁的女生 举手开心 你看 这些姐姐你都可以考虑 睡都比你大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就是说 当我看到这个女孩的时候呢 晚上我就喜欢她了 我喜欢她 我不知道她岁数比我大 你知道吧 但是之后只到岁数比我大 那也没办法 实际上我喜欢她 就不介意这个年龄的问题 对啊 压编6号 你好 我比你大5或6岁 我不怕找比我小10岁 或者大10岁的男人 好 我们看看她 可以看看 心特别好 哪个女孩子找她搬满的话 她一定会第一时间 以每秒钟8800万的速度 飞快地赶过去 如果都留100块钱的话 她会都给你花99块钱 自己留1块钱 坐公交社会家 她的缺点就是太自信太自恋 每天都换不同的衣服 换完衣服就在镜子跟前 溜来溜去 这点我很烦 画牢 画特别特别的多 缠着着你讲 拿着你讲 你不愿意跟她讲 她还是要跟你讲 现在还不太稳重 从来不会在一个地方 站成超过3秒钟 总是在屋里溜来溜去 你那哥们说得好像不对啊 我说挺稳重的呀 他为什么会那样污蔑你 他怕你的缺点和尽量改变 就是尽量改变自己的缺点 17号 我是川妹子 如果我们俩在一块 我肯定喊我朋友 天天都来你的火锅店吃火锅 好啊 他现在就开的是汤味的火锅 恭喜你 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上去灭掉两掌灯回来 有请暴灯的20号 徐敏 有请暴灯的20号 徐敏 有请6号 23号 这哥们这哥们吓啥了 缩了一下脖子 我的妈呀 我们现在来看 夏天的行动女生是哪一位 13号 大屏幕 四个女生的十项基本质量 你选一项了解 兴趣和爱好 兴趣和爱好 看四条短片 恐怖片就是我的居家必备消遣品 平时工作压力大 只有恐怖片才能让我感觉放松一下 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跟我一样 我非常喜欢看恐怖片的人 下了班之后一起吃泡面 一起看恐怖片 我呢还有一个小怪癖 就是经常半夜会梦到各种恐怖的剧情 半夜惊醒 就会把这些支言片语呢 写成字条贴在我的墙上 更喜欢施朗颂 大学的时候施朗颂还得二等奖呢 施朗颂 再别康桥 喵桥的 我走了 正如我粘巴的来 我剁了剁了衣袖 不带走一杆的云彩 没了 手上衣棍 嗯啊 咋地 快手上衣棍 嗯啊 咋地 我特别喜欢 就冬眼花唱歌 外地人心是觉得挺好玩的 我的兴趣爱好呢 第一就是跳舞 因为我从小就学习国标舞 到现在为止呢 我也拿过很多次的奖项 《非诚勿扰人气》 男嘉宾水清就是我的同门师哥哦 第二呢就是吃 那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存货 当当当当 其实这里只是我的冰山一角哦 大部分呢 已经都被我吃进肚子里去了 当头一天晚上呢 你吃了一顿美味的宵夜 第二天早上你起床打嗝 哇 还是那个香味 简直是一件太幸福的事情了 什么叫玉不酌不成器 看 像这个玉石 就是我们所带的这个 嗯 翡翠的原石 我利用职业之变 收集了很多小宝贝 比如说和田玉 翡翠 还有一些奥宝 都是我喜欢的 来 最后一个问题 其实我挺紧张的 你能看出来啊 就是我想问一下 你喜欢我哪一点呢 不许问这么骄傲的问题 你这么问 你喜欢我哪点 万一把人惹火了 我哪儿都不喜欢 有些人这么问也可以 对对对 好 来 问一下 23号 我觉得你长得挺帅的呀 听着痛快吧 20号 我觉得就是那个朋友采访里面 你朋友说你的所有缺点 我都觉得是优点 谢谢 谢谢 13号 双双不喜欢他哪一点 我 我好像没有 我没有什么喜欢 但我就喜欢你那个火锅店 然后 然后我就都一 要不然你把火锅店留下 你再走吧 我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特别想知道 你的火锅店在哪 我刚刚看VCR里面 好像就在我家楼下 是吗 这 在楼下 为什么 为什么每一期节目 你都有这么多事 跟你有关系 上一次是一个出租司机 弄得来的 你知道他住在楼上是吧 你应该住在慧太那边是吧 对对对 知道 别顺着往下聊了 再往下聊 他那个店有做广告的嫌疑 你的家庭住址暴露了你拍牌 晚上好多雕塑排着队 上去家去看门 好 6号 人们都跟我强吃的 然后就你不会跟我强吃的 我们到这会儿还这么紧张 看你一下 这么紧张 是不是因为这么多女孩上来 你眼花聊完了 没有 我没见过场面 第一个孩子 他刚刚站过边上的时候 6号和23号 卖着模特不走过 他现在 哎呀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是 其实挺好的挺帅的东北 对对 像那个上次我们节目还说了 来自黑龙江的牵手成功率 全国前三 你今天会不会延续这个辉煌呢 胜利就在眼前了 别着急啊 最后你就决定了 我们再给20号一点时间 就是我基本上 刘灯和暴灯的男嘉宾 我都不怎么说话 是因为我特别紧张 然后遇到自己比较稀奇的对象 我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然后我真觉得他所有的缺点 在我眼里都真是优点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我也是一个挺有个性 然后有脾气的女生 但是把脾气拿出来是本领 但是把脾气控制住是本事 我有这个控制住脾气的能力 然后我希望能考虑一下我 好 不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坚持选择13号 有可能被拒绝你一个人 回你的火锅店 另外三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 想清楚告诉我们决定 心动女生吧 好 三位女生请会 走到中间 最后一点时间争取一下 我其实挺长时间没有看到 哪个女孩就特别能有心动的了 之后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呢 我就觉得 哎 这姑娘挺漂亮的 完了之后呢 到心里长看到你了 我才知道什么要真正的 真正心动的感觉 完了之后在这里谢谢你 完了也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谢谢 谢谢 李璐 因为我之前灭灯了 我就觉得不太符合我心里面的那个制定的男朋友标准的那个框 我觉得好像心就像一个围城一样 我已经给他定了个框 然后里面的那个人走不出去 外面的人也走不进去 所以如果你符合了那个条条框框 我觉得你可能我才会为你开一扇门 所以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 他要上你那儿吃火锅还能打折吗 打8折吧行吗 瞧那点出息 他现在缓过神来了不紧张 该做生意了 好吧 再见 还有跳舞中爱转角的女孩 谢谢 我今天刺手不成功的是因为 我之前关注的很多次《非诚勿扰》 都是同意 都是在关注李璐的 所以说我也是为李璐而来了 我要对22女嘉宾说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喜欢 之后也希望你们找到一个 真正适合你的那一半 可能刚才我有说说话 就是说减肥是因为就是什么喝酒什么的 但其实我这个里面是错的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盲目地模仿 观众朋友 如果想了解24位女嘉宾的 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现在可以拿起手机编辑短信 81337加女嘉宾编号 发送到1066666620 或者登陆步步高vivo智能手机 《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她们留言 想要征婚相亲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百合网 珍爱网 世纪佳缘网站 或者到我们的现场报名点 报名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同楼 今年26岁 谢谢 陈龙 欢迎你 看一下对面 看一下对面 这位是珍爱网上 我们可以点的男嘉宾 24位女生对于陈龙 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请选择 小德 他上来的时候给我的感觉还蛮帅的什么 但是虽然心动呢 那个女嘉宾的时候 他一拿那个iPad就这样抽着我们天天 就这样 嗯 好像不让她不满意的呀 然后我那个时候 又啊 不知道看谁的照片 又啊 笑了就是 好 估计是我的照片 是不是 其实我眼神 眼睛是 眼神不太好 眼神不太好 眼神是 你就戴一个眼睛不就得了吗 这样你看得起 姐 蒙飞老师等着能看清楚 19号 我想请问一下你的头毛 是不是特别的密啊 因为我是造型师 我有时候大家剪头发 那我的顾客如果是要想剪这样的发型 他们都说因为很难整理 头发很密很多 多到不行 所以他们都会这样子 把旁边都剃光 我当时是喜欢看了一部电影 然后才留这个发型啊 那个电影 是 什么电影 它是一部日本的片子 哦 有 你非常有 我也小时候看过一个日本片子 男主人公跟他长得头发挺像的 那个聪明的衣修里边有一个 心幼未门 心幼未门就是这个发型 哎 又发个那个是吧 你看我们的童年是一样的对吧 再看看第一条片 酷酷的 坏坏的 有点自傲 有点放荡不羁 这还是许多人对我的第一印象 大家好 我是成龙 因为父母在外面做生意的原因 从小我就很独立 习惯了每一步都自己做决定 自己做饭 选择上自己想要的学校 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 我目前从事装饰设计的工作 有属于自己的工作室 也需要去外地做一些项目 可以让我接触不同层次 不同行业的人 虽然说很折腾 但我很享受这种折腾 现在生活很稳定 但我会时常感觉到迷茫 我想去尝试不同的领域 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我是一个骨子里不安分的人 一件事情的好与坏 都愿意去体验 至今我就想放下 我自己手头的一切 收拾下行囊 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 从今开始 熟悉到这里面的人和物之后 我就会寻找自己的下一站 我相信我在任何地方 都会过得很好 我感觉去尝试去挑战 这样的人生才更完整 片子里边有一句话 我挺有印象的 说你相信自己在身上 在任何地方都能过得很好 这个会有什么依据吗 因为我父母他们 在我很小的时候 都在外地做生意 就是自己独立生活比较强 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那你说你喜欢挑战自我 是一个骨子里不安分的人 其实我30岁之前也是这样 但是这一点呢 也容易给自己的恋人和家人 造成一些困扰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我一年曾经试过换八个工作 那时候也没手机 我爸 我妈每次打电话 都是打到单位 然后每次我告诉他们号码 都是新的号码 因为新的单位 然后我爸就特担心 说你这样老不安分 老换工作 会不会让人觉得 就是说不靠谱 另外家里会觉得 你有上顿没下顿 其实我上学那会的时候 就是很叛逆 他们说实话也管不到我 他们在外地做生意 我一年能见到我父母一次吧 所以说我跟我父母的交流 不需要很多 完全就是靠自己 15号 哈喽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想跟你讲一下 就是你说你自己很独立嘛 对不对 其实我父母也是从小的时候 就不在我身边 然后我一个人生活 我小学的时候就这样 那我到了 我现在这个年纪之后 其实我已经累 有点累了 我不想再这样子去闯 难道你不会有一个 这样子想要安定下来的 所以说你来了 我也来了 好 那个回答很好 16号 做设计的人呢 都有一共同的特点 就是特别自我 但是这个自我不是标榜自己 它是真的很自我 你是不是真的是那种 彻彻底底的很自我的人 其实你说得很对 我一直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你们这样子的 个性特点的人 跟恋人相处的时候 其实我也会考虑一下 对方的感受 就是你说你会换一个城市发展 那这时候呢 你有一个女朋友很爱你 她不希望你换另外一个城市 你会怎么抉择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 可以陪着我一 一站一站走的女生 那喜欢那种很顺从的 也不是说很顺从吧 我希望她很有关系 也没有自己的事业 有自己的事业 那个黄老师 其实我们可以看下面的VCR的 看完之后你会知道的 好 看下一条 我谈过六次恋爱 我感觉挺正常的 说三次才不正常吧 我最难忘的一次感情经历 是我在大学里面认识的 和她相识 是因为一个朋友聚会 我笑着跟她说 你充当一下我女朋友吧 结果这个玩笑一开就是三年 我从来不会感觉一个房子 会不会杀了我们的爱情 毕业那会儿 我已经为我们设计 并施工好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家 但她还是要求我在她家那边 再买一套房子 我当时很不理解 因为我没约定好回我的家乡创业 或许这是她给我的一个借口吧 最终我们还是分手了 我感觉我还是一个挺浪漫的人吧 我会记住女朋友说过的每一句话 给她一个惊喜 突然给她买小礼物 曾经为了一个女生放过烟火 只能她说过 我便记得 我的理想女生 她要懂得享受生活 一定要很漂亮 身材要好 非常的性感 最好能多变一些 可以穿着晚礼服 跟我出一些高档的场所 也可以脱掉她的高跟鞋 给我一起吃路边摊 现在的我只剩一人徘徊 希望这里和你遇见 12号 之前我会觉得 你可能是一个 一自我一中心的 因为看你的VCR里边 好像是有这么一点 一自我一中心 希望全世界都围照自己转 因为我之前有认识到 类似这样的男生 他想找的对象就是 简单来说两个词来形容 这是母猪加保姆 母猪就是家里所有的家务 全部都要做好 然后他希望你做到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母猪呢就是他希望你 给他生几个孩子 然后其他的一代不要管他 他以他自己的事业为中心 然后我之前就会觉得 你好像是一个 以自我一中心的男人 我以为你可能是这种类型的 希望你再做解释一下 没有 其实 其实因为我就是独立生活 比较强一点 其实所有的家务我都会做的 VCR里有一段话 你引起了我浓厚兴趣 你说你谈过六次恋爱 这算正常 说三次是不正常 我们来过男嘉宾 好像很多说三次了 大多数 对 你是不是说 三次的男嘉宾都很装 其实装不装自己知道 我们要不然问问 我特别有兴趣这个问题 好 我记忆里至少有过两个 你之前两个男嘉宾 谈过二十多次 然后说 说三次的全是装 然后我就说不是每个人 都有你这么好的运气 要不然你 孟老师 问问现场的男孩 他们谈过几次 等一下 这个很有意思啊 跟女孩没关系 我们就问现场的男生 一次没谈过的举手 有一两个 有一两个 谈过一次的举手 也有两三个 三次的举手看看 也是两三个 三次以上的举手 你们都是 我跟你讲啊 你这个问题啊 基本差不多 问不出标准答案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带着女友 哎 对对对 我发现了 那些人都是带着伴来的 所以啊 男嘉宾 我又要八卦一下 你这六次是不是也没有老实交代 你还有更多的次数 你懂了 有的我们海外专场碰到过 说谈过50次 有 有个 他觉得他很骄傲的这个 其实这块没有骄傲不骄傲的 两个人先吸引啊 就是这是属于很正常的事 我感觉 就是看谁 敢不敢踏出那一步而已 这个不演示自己 谈过多少次恋爱 是分情况 还是比如说 你今天遇到一个 你特别心仪的女孩 你想追求她 当她问你谈过多少次的时候 你依然说你懂的 其实谈了多少次 就谈了多少次 没有什么好演示什么 但是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你到底谈了多少次 那你认为多少次就多少次吧 在这个问题上 我建议啊 恋爱当中的男女 不要问这个问题 因为你根本问不出实话来 男孩问你 你看你以前有几个男朋友 你能听到实话吗 就像你问男孩 你以前交过举个女朋友 他爱跟你说几个 他说我交过六个 你去调查 调查出来结果是七个 或者说对吧 你没法合适 没法界定的 没法合适的 所以不要问 问他添堵 他肯定说七十个 你心里又过不去了 对吧 21号 从你刚刚上台 我一直在关注你的胡子 那我发现好像留胡子的男生 都会比较有点不羁 然后你是不是很重视 你这个胡子的形状 不是啊 如果说你的女朋友 譬如说他不希望你留胡子 让你把它提光 你觉得可以吗 可以啊 完全可以 为什么我这么问因为 因为我也想就是有那种 那种感觉在里面 你懂吗 哪种感觉 我感觉留胡子的男人 懂 比较有故事 这个我觉得也分 80年代末期 90年代初的时候 留一把大胡子 都是电视台装13的导演们 现在不流行那样了 我问这个问题的人 是因为也有个小故事 就是我的前任 然后他也是像男嘉宾这样的胡子 然后有一次呢 我们两个吵架 他就甩门就走 结果等到半夜喝完酒回来 我非常地生气 我就趁他睡着 我悄悄地就把他胡子就修掉 然后再从早上起来 他看到经理会大发了一听 然后拿着剪刀 把我的头发剪掉那么长一段 所以对于我胡子的男生 我就会有一点点 她还是一个善良的女人 男人睡着了之后 拿剪刀剪得仅仅是胡子 好 两条片子完了之后 你会放第三条片子 还是展示才艺 唱一首歌吧 好 没有第三条了 唱一首歌 掌声欢迎 灵魂 刘雨李樁 Crafty 不 Meredith 71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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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000 1 001 002 000 173 frankly 太Oh 我不する 还有树无尽黑夜的蓝 如果这就是爱 最后留灯的5号有问题吗 不介意女生比你大了 不介意的 好 5号愿意跟你走 如果你愿意过去带她离开 如果不愿意表示感谢之后自己走 这是什么意思我没明白 你 恭喜男女演员获得了 由健康授声品牌绿售提供的 体现美性和爱爱情还真是 谢谢你 学电影 学电影 其实我挺喜欢看电影的 其实在台上我们没有太多的交流 我也准备你 其实我只看你那边 是学电影的 然后一直在海外的部队 我本身是希望如果是双方交往 就是能够有一个进一步的就是了解之后 大家如果觉得开心的话可以一起去欧洲 我也希望能有一位朋友一起看西雅 可以啊 我说我已经不止一次碰到这种让我不知道 嗯 不准所做的 我说哎 她愿意跟你走 你过去带他离开 我说要么自己走 我说这是自己走是带人走啊 下次说一声说一声啊 好 祝福他们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我说要不及待的 我说秦宫 你过去中午四小区 你过去中午四小区 我觉得我记得你很多的 这儿介绍是宝鸡 畏惧 你是今天情绪有点不太好呢 还是跟谁憋着一股劲儿 不是 这条文章 鱼里太多了 云了 我看他那架势 好像我做了什么对不住他的事 上来斜着看着我 我以为他是觉得他一胡九 一饼剑 一本书 他是一个很沉稳 有故事的人 有做得不周到的地方 您多担待啊 家伙少人挺多 陛下 您的剑 我能帮你拿一下吗 对 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24位女生对卫军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请考虑 请选择 请选择 20号 太壮了 看着你这种男的 我就想拿那个剑 乖乖 13号 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办法 跟你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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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男嘉宾解释一下啊 因为我老看舞侠片 这练舞的人一出来 都是面无表情 六亲不认的 我帮男嘉宾解释一下啊 这边没有那么夸张吧 人家帮你们说话呢 你分不清好歹的啊 好 来看第一条片 那跟那个街坏加油 真心 暴吉 偎梁 那目前在背景一架国企党报案 两年前就离开了保险 出来散散心 敲荡一下 什么都干过 服务员 主管 大汤经理 但是我的心里还是很空虚的 后来去了厦门带着一面 干保安 有时候甚至兼职 偶尔的时候去海边看一看 听听歌 喝喝消息 看看日生日落 正好那两年听着汪峰大哥唱了《北京北京》 非常的触动人 能让人心里产生一种共鸣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来北京看一看 所以我就来了北京了 我并不是喜欢这种流浪的状态 而且我觉得男人在成熟 必须有个经历和过程 按咱中国传统来说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我现在已经修好身了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成家了 我这个人并不在乎周围怎么看我 世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了 我只是在按照自己现实和梦想 结合起来一步一步走 黄老师 给魏大侠啊 剑是什么剑 酒是什么酒 书又是什么书呢 这是听上去像电影里面排词一样 对个暗号 80年龄的人都有个武侠的梦 这把剑不是我家里那把剑 这把剑只是装饰品 至于我家那把剑 是八斤九两的一把重剑 还有一把剑是二十多斤的 目前我还玩不起来 然后这把酒吧好久 至于书是什么书 你应该也算是练过的啊 然后你那个酒也是好酒啊 你真的是像片子里那样 就是一定要随身带着 随时喝两口 还是说就是做个秀 酒壮怂人胆 另外一个是我本身爱酒 中国的文化有5000年的历史 酒也差不多5000年了 所以我觉得我喝酒并不影响谁 而且我喝酒 基本上已经很多年 现在没有人见我喝醉过了 我们来问问7号 小明 我一直觉得就是因为 他是来自宝鸡的嘛 是我的老乡 我是西安 我离这可敬了 然后所以我就支持他一下 就一直放他留一下灯 你怎么了 就是7号这种风格 是你能接受的吗 那种吗 你干嘛做规復要死的样子 就这样过去了 好好说话 你叫我叔叔吧 谢谢 5号这么自我介绍 谢谢他长大 我叫谢丽莎 来自重庆 对择偶的要求 我希望他能够是我的新名伴侣 兼我的新名导师 我希望他最好有一些文学上的修养 这样可以跟我一起高山流水 琴瑟和鸣 所以呢今天我是来对词招呼的 我做了一个送词拆头缝的上雀 我希望有缘人来喝他的下雀 你先出上段吧 上雀吧 莺莺燕 翠翠柳 三茶六里 待归忠 彪眉过 驾姓男 一指落红 两笔痴怨 盼 盼 盼 王嘉宾啊 我从这去专门给你留的 你赶紧对一下好不好 你会这个吗 文武全才那种 行吗 慢慢来吧 慢慢来是吧 我一听完他出了这个词的上去 谢谢 谢谢 我就赶紧往那边看 沐淮在哪里 如果沐淮在 他把沐淮带走算了 好 不 再 再 再 在保机的时候 每天早上我起来很早 看看书 喝喝茶 拎着一把重剑 去合体跟我一些老师傅们练舞 之前我是练散打的 泰拳 拳击 二十年吧 我是终于武功了 也去河南武林峰 打过百姓那台 包括跟一两个专业的运动员 过过手 感觉就那样子 输赢不重要 反正我没败 后来一两个老师傅告诉我 说高手在民间 我就去走很多地方 去找那些传说中的高手 我的第二个爱好 就是看书和喝酒 我上学不爱运功 但是后来我慢慢地学 像现在爱看孙子兵法 三十六纪 逆经 道德经之类的 酒这东西咱都不说了 都是男人 男人一手不爱喝就不爱看漂亮 你妈的就不是男人 古今圣贤 皆寂寞 唯有银者刘七宁 李白了 杜普了 哪个人离了开酒 曹操如果不是喝酒 能写出短歌行 我发现我喝酒的时候 看书很清醒 如果说我平常喝酒的智商 平常的智商有80%吧 喝酒能达到90 唱歌 听歌 音乐 刘宽大哥的歌了 王菲的了 还有周杰伦的了 那都不是缺点 娘娘不行那天 那是会啊 我一唱歌 一般人会很没自尊的 真的 我也觉得这些姑娘们 怎么那么着急啊 第二条片子才开始放 你们都灭完了 你听到最后 人家那个说多有意思 他一唱歌 很多人都没有自尊的那种 那不要自尊的 你能不能来一段 你要干嘛 打个电话 找歌词是吧 你这是要报警是吧 他哪里这个 你告诉我们唱歌手什么 七里香吧 周杰伦的 好 我们掌声欢迎 好 我们掌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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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老师伴奏 你拿 拿这个 笑 か concept 猪中 傲弈 在电线 咱上多尊 你说这一句 他有夏天的感觉 手中的级意 在街上来了回回 我拥挤着心中 你是我的心 你下着烟 我的爱一处就像雨水 装开蝴蝶 跟我的饲料都好迷远 你就是非 也无法掌握的热情冷却 你出现在我时的眉眼 唱得蛮好的 不爱 但是关不关乎自尊的问题 这个我觉得最好是周杰伦 听了以后告诉我们一下 我闭下你的兵刃 男嘉宾 我在客厂问你的问题 今天的结果你想到了吗 酒香不怕香的声 我特想跟男嘉宾交流几句 为了表达对大侠的敬意 我得站起来 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我特欣赏你这种 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而且你活出了一定的境界 真的不要管今天的女孩子 是不是最后给你留灯 我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 浮躁的世界里 因为你在自我的世界当中 活得如此精彩 如此潇洒 如此有个性 其实你是很成功的 所以我觉得你要相信自己 总有一天 你能够遇到一个 真正读懂你的女孩 孙老师 他讲完了男嘉宾 这种状态之后 我建议你再给他点 特别可操作性的建议 他怎么能早日遇到 他那个真爱他的女孩 我觉得是这样的 这个男孩我不觉得他 有任何不正常 他可以唱周杰伦的歌 没有人说他不正常 对啊 但黄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他这种找得到 我是说你再具体点 比如说上飞车勿壤更好呢 还是下去以后到哪个地方 到公园里去找 找成端恋人去找 他拿着宝剑晚上到公园里边 对 晨练的时候 那边只有老头老太太 晨练的时候 就是如此类的途径 你不要为难曾老师了 但是我说一点 可能这个不管什么人的性格 内心有多么强大 或者事业多么有成就 多么有思想 但是在和异性交往的时候 在恋爱这件事情的时候 放低一点身段 多一点笑容 增加一点亲和力 对你不会有坏处 这就是我的一点小小建议 谢谢 你爱的信念 谢谢 美女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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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有点紧张 要不然老喝酒 准备放松轮打吧 其实平常我人是爱闹 爱笑 爱玩 就是这样说吧 我人爱搞怪 我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只是完善我自己的内心 让我自己的精神更加充实 并不是说我跟周围的人融融不顾 女嘉宾的评价片面 当一个人你没有了解 你没有发安全 我比较喜欢那种 必须要漂亮 个子跟我差不多吧 我不想找女朋友 不想谈什么恋爱 我只想找一个伴 能够陪伴我走下去 你们大家注意到了吗 这位男嘉宾 从往这一站的时候 他我在那边 他就是这样 那意思感觉我们这儿是武馆 他带着兵人来提馆来了 这儿谁是老大 把我吓的 这干什么 他跟女孩交流的时候 也是那样 那股劲儿 还是要给点亲和力 不管你内心世界多么丰富 多么强大 对吧 谈恋爱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你好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鲍世鸣 今年26岁 来自南京 鲍世鸣 欢迎你 你看你小伙子 笑不丝了 多好 24位女生对鲍世鸣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8号 你的体型跟我想要的差很多 瘦了点 然后觉得你的气场也不够足 前面那个气场怎么样 那个感觉像是来踢馆的 对 这种感觉 太闷了 那种男人 9号 你同意你姐姐的看法吗 这一款一上了我就知道 不是他口味 他喜欢球 喜欢圆柱体 过来因为太胖了 所以我就拼命地减肥 怎么来的什么人都有一段 特别励志的减肥 都说原来二百 二三百斤 现在只有七八十斤的那样 你姐姐喜欢球状 圆柱体 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高刚瘦瘦的 你想圆柱体一下啊 瘦长的 我喜欢看着尊实一点 不是 他觉得那个有肚子 就代表有内润 有点啤酒肚 好 再开第一条片子 大家好 我就是汽球哥 鲍世鸣 对 你没有听错 我就是姓鲍 鲍鲍利的鲍 我多希望我的家人 当时给我起名字的时候 能够起 暴帅 暴酷 这样的名字 实在不行呢 起个叫暴纹也好啊 我之前学习的呢 是服装设计师 但是我并不喜欢这个专业 我所喜欢的是气球 做气球是一个漫长 而不枯燥的过程 这个过程中呢 可以给自己带来快乐 也可以给别人带来快乐 我目前做这行已经四年时间了 我每天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气球上 目前我是大陆地区最好的 记住 是最好的 没有之一 我未来的目标是成为 世界级的气球艺术家 气球艺术家 不是光光会制作就可以 我比别人厉害的地方呢 是我 可以把我所有看过的东西 匆匆用气球制作出来 我经常会有些奇奇古怪的想法 比如说我想把我的头发 扔成赤城红绿青男子 然后再把它剃光从长 我有个梦想 就是带着我心爱的女人宽游世界 是乘着我扎的气球宽游世界 你愿意吗 谢谢 谢谢大家 就在放第一条片子的时候 每一个女生在桌子前面 都收到了一份礼物 我们男嘉宾特别有心 用气球给每个人 都做了一个小礼物 有些很特别的诶 张丹丹这个是 小厨师 然后还捧了一颗蛋糕 对对对 因为你那个职业很有特征 所以做了一个 很特别 我看大多数人呢 是比较相似的 有几个特别的 4号很特别 对 我的这一个是车子 特别特别的可爱 特别特别有心 我非常喜欢的这个礼物 谢谢你 我也收到一份礼物 跟你们都不一样 拿气球捏了一个跟我一样的 要看看吧 这个孟老师主持人的形象 话筒在这里 还有一个话筒 从这个颜色上看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给3号小得的 这个是顺便衣服 我没那么会 这个是那个衣服 是你穿西装黑色的 然后上面你的头 不是有你的颜色的 黄色的 差不多 差不多 我个人觉得你没有抓住 孟老师特点 你看你这个光头吧 画的智商有点偏低 我本来也不高 你先别说人家 看你自己的 都给你什么东西了 别我什么东西啊 我到现在也没人出来 我想问这是 什么东西这是 拿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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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智商有问题 拿反了 谁的智商有问题 现在看出来是个什么了吗 你现在调整180度 还是拿反了 我看来看 哦 吐子 这是一个吐子 黄老师拿的那是什么 玫瑰花 根据嘉宾是一个 玫瑰花 玫瑰花为什么不是红色的 紫色呢 会内敛一点 然后会有被害 年龄大一点 对对对 不是那个衣服 可以 可以 5号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 就是你送的三个特殊的礼物 里面有你的心动女生 那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你还蛮处处留情的 她这个是因为有明显的职业特征 然后呢 有的女嘉宾 我不知道她的职业做什么 还有的就是 她的职业没有特别明显的特征 对 我就觉得你一方面 你是很细心地去观察 她们的喜好或者职业 但另一方面 我总觉得你有点处处留情 这个招女孩喜欢 也不是什么罪过吧 对吧 你看 比如说 她就算知道李璐13号 开淘宝店的 她知道她开淘宝店 她应该弄个什么玩意儿呢 对不对 也不好弄 是吧 22号 男男兵 你多久没谈恋爱了 我啊 嗯 半年 半年多 所以我就好奇 你这么长时间没谈恋爱 所以比如说你晚上 或者单身一个人的时候 你捏那气球 会不会捏女生出来 实际上我昨天晚上 也做了一个女生的嘛 就是2号那一支 2号那个 看下一条 谢谢 上大学前 家里管得也没有谈过恋爱 上大学时 特别向往一段 清新感美好的爱情故事 能够发生 随着我在大学期间 健身体格越来越强壮 女生们都只愿意我做她的朋友 不愿意做她们的男朋友 原来她们不喜欢肌肉肉 我的理想女生内型呢 长相要合乎我的眼睛 阳光健康 身高1米65以上 对生活充满热情 喜欢美食 喜欢旅游 喜欢各种新鲜的事物 比我年纪稍大一点 也没有关系 我有很强的事业心 或者说是成功力 我不想放弃我目前的事业 所以最好呢 地域上比较近 如果你也喜欢我 喜欢我的工作 那么我可以带你进入到一个 无产白蓝的世界东西 我想象中的婚礼是 新娘穿着 我亲手制作的气球婚纱 出现在唯美的气球城堡上 谢谢 13号 你有自己穿一下这种婚纱吗 对 我特别 我就觉得特别幸福感那种 幸福感爆棚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特别想问你 你就是会有这么多的心思 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 很会讨女生欢心的吧 就是所有女生看见你就 哇 好厉害啊 就是这样子 然后应该不缺乏女生 对你的喜欢 大多数对气球的兴趣 超过了对我的兴趣 3号 真的 有道理 我们以前来过几个职业 特别有吸引力的那种男孩 一个是去海豚的 一个是什么动物园的 还有那个片子一播完 现场的那女孩 都跟疯了一样的 最后都是个个都说 你能带我去看海豚吗 结果大家都是对海豚有兴趣 对他还是还好吧 3号 这边 小德 你好 就是孟菲老师 你刚才问那个李乐姐 问大家是不是 愿意穿那个气球 那个红纱 我都觉得有点害怕 万一有些小调皮的小孩 一看就把我那时候弄换了 就炸了 对啊 你说吧 你的新娘舟 大家都困住你的楼子 这样都不好了 一抱那衣服里边就走光了 对啊 哎呀哎呀 你很好解决 首先你里面一定要穿衣服 第二个 我们这个气球 你可以用手捏一点 它非常的厚 是吗 可以用牙齿试试 你可以掐它试一试 你可以用嘴 看看是不是那么容易地炸 哦 建议不是 他会一蹦一炸 但是我还是跌得不放心 还是转肩肩肩肩肩就OK 12号 你觉得我们在场24个女嘉宾 谁会比较符合你心中所想的呢 其实我看一圈的话 好像符合的还挺多的 小伙子说话滴水不漏 符合的还挺多 那你就具体讲讲是哪几位吧 对 好 到底玩的 我们都很善良的 你看她的朋友 她的朋友 小包这个人吧 C1没做起来的时候 乐人天天跟着我后面 请姐帮我们见到脸C1来 好了 今宗一年现在C1坐下来了 看到直接就喊 小陈 小陈 估计明年可能 你要心什么都不知道了 直接喊那个谁吧 陈姐 陈姐 我错了 你是我亲姐 其实小包这个人 还是很不错的 特别有热心 你看像今天我们为雅安 专门举办那个爱心意买活动 她就把外面所有的商业活动 全部退掉了 特地过来帮我们 现场免费扎气球 就是太帅了 之前我有一个30多岁的女人 然后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说了 好多年没有这种东西的感觉了 然后后来呢 就没有回来了 那个片子里边 那个小陈小陈的那个口音 就是传说中的南京话 这个是送给新东女生 是一个气球的小礼服 你现在就可以直接过去 给新东女生穿上是吗 这个今天穿不了 穿不上是吧 她那个外套 对不起 她那个外套穿过去 所以就不太好穿了 那这样吧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 她的新东女生是哪一位呢 好 谢谢 你看 你这个外套穿的 方便脱下来吗 不方便 不方便 好 那你过去把礼物送给她好吗 谢谢 谢谢 请教堂 我可以套一下 可以套到吗 多奇怪啊 你穿的这个 不要拥抱了 气球会爆掉 我提醒他们了 再见 哎 等一等 等一等 来 回来 来来来来来 大家好 我叫颜岳 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颜岳 来自四川成都 我以前做过一个梦 就是我在卖气球 赚了特别特别多的钱 然后我希望你做气球我来卖 好 来 谢谢 我是你24岁 现在在北京的一家广告公司就职 我觉得你的才华真的震到我了 我觉得有才的人 对我真的是一个致命的诱惑 如果你喜欢我 你可以带我走 如果你不喜欢我 我想我会是你的一名 忠实的粉丝 谢谢 好 来 我叫公主 今年28岁 我来自安徽合肥 你很合我的演员 我想知道我合不合你的演员 谢谢 好 三个女生三中 你可以选择牵手其中一位 也可以自己走 想清楚你的决定 直接过去 这家的感觉还蛮好的 是不是蛮意外的 会有爱转角的 而且她是索陪的 跟我在一个室 对对对 好了 没有想到会再爱爱转角牵手她 然后我也没有准备礼物 现在我专门做了一只这样的花 送给她做个礼物 我也是外貌协会的 所以我不会不说她是我的菜 如果以后你心情不好的话 我会炸很多很漂亮的气球造型 红米开心 让你感觉到很高兴 今天对气球会给你带来很多欢乐 是的 如果心情好的时候 你可以走 对 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也会说给你 观众朋友 如果想了解24位女嘉宾的 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现在可以拿起手机 编辑短信81337加女嘉宾编号 发送到1066666620 或者登陆步步高vivo智能手机 《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她们留言 想要征辉相亲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百合网 珍爱网世纪家园网站 或者到我们的现场报名点 也报名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节目最后 感谢步步高vivo智能手机 和健康瘦身品牌绿寿 以及飘手亲情赞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下期再见 《非诚勿扰》 来自宝基的那个男嘉宾魏君 我问了他对于诗书见酒的这种理解 感觉到他确实是真心喜欢 而且是真有投入 作为一个有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追求的男人来讲 那么过可能没错 但是把他放到生活当中 当一个男友来选择的时候 就少了些烟火气吧 所以呢 我觉得在坚持自己的理想追求的同时 也真的应该能够沉浸到真实的生活当中 去发展出一些生活当中的真的本理 是幸福 退后一步是孤独 在人一步都是为了看得更明白 爱情不能不进不出 往前一步是幸福 退后一步是孤独 退后一步是孤独 在狠狠扰扰之间 我明亮的说服 早能与我相爱的人 一起到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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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